羅湯水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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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鬆鬆,想花油中 今日我們去南昌公園散步 現在我們來到深水寶的深旺道 来到兰昌公园的入口 走入公园 兰昌公园占地大约3.8公里 这个石碑是南昌公园的地标 南昌公园在九龙是南北的大片草皮 草皮面积大约有2万平方米 今天是星期六 这里也挺热的 小朋友在这里跑跑跳跳 玩自己喜欢玩的游戏 一家大小在草坪进行各式各样的活动 有人打耳无球 自摆轮门小足球 一家大小玩飞碟 跑步各式各式各式 南昌公园内还有四季花草树木 在深水埔区内广阔的六华空间 在深水埔区内广阔的六华空间 南昌公园是著名的想花圣地 最出名的就是黄花枫草树木 黄花枫草树木的花期是在春天的 boyfriend 其实是寒冬季季季季季面 这种粉纸红的是什么花? 原来这种树木叫紫花枫棱木 这些美丽的紫花枫棱木花果 是在上星期在荔枝角公园拍摄的 今天来到南昌公园 都有几棵紫花枫棱木 紫花枫棱木是落叶桥木 原产地是南美洲 树干开阔,枝条梭落,枝叶梭落 紫花枫棱木冬季干旱时间开始落叶 在落叶时就即开花了 花最圆最畜生,每一个花枫有十袋花左右 颜色是由浅紫色到深紫色 花枫棱木的形状像喇叭或漏豆豉 花枫棱木的形状像喇叭或漏豆豉 每个花枫可以盛开十天左右 现在我们就要慢慢欣赏 紫燃燃的紫花枫棱木 紫燃燃的紫花枫棱木 还有中国的小野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到此为止 喜欢这条影片的 请给个like 分享 和免费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